議員佟仲彥家暴婚外情風波 今年1月才剛落幕 5月18號 私改國事會議決議通姦除罪話 让佟仲彥和前妻李秀桓 战火再度延燒 我觉得公道自在人心 我只提醒我老婆李秀桓 你这半年来 你真的交朋友要小心 李秀桓表示除罪话会影响婚姻 佟仲彥得知后第一时间PO文 怒指前妻没资格说三道四 还要她多读书多看新闻 别扭曲私改国事会议的用心 用了一小篇幅解释通姦除罪话的意义 并呛瞎我不怕你怕什么 随后又继续骂前妻 最该感谢通姦除罪话的是你 废止此法的深层社会意涵 你懂吗 酸言酸语要前妻多吞几颗老王巧克力 保你无罪 私改国事会议决议 针对刑法第239条通姦罪应立即废止 若因故无法废止 应将刑事诉讼法第239条 但书删除回归告诉不可分原则 也就是说不能只告小三小王 而对配偶撤告 但这样的决议真的符合人民期待吗 根据去年8月 法欧部在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 做出的民调显示 有85%的民众反对通姦除罪话 台北市议会屡传匪文 歪语事件近期教授争议的议员 童仲彦已经在脸书表态支持通姦除罪话 另外也曾传出婚外情的王世迁 戴希青和陈彦博则没有多做回应 通姦除罪话出发点是希望遭性侵被害人 能勇敢站出来提告 但是会不会因此忽略原配的救济权益 立法前还是得多加考量 才能让司法更加贴近人情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